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报道了南京高纯的一名女婴因为食道发生畸形 出生之后就一直没有办法进食的新闻 节目播出之后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爱心人士纷纷的来为婴儿捐款 我身后就是肖先生的女儿入住的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那么据儿童医院的医生介绍的 因为先天性的食道闭锁 肖先生的女儿已经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了 目前院方正在为她进行紧急的术前的调养 希望孩子能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接受手术 孩子的调整期的话大家需要多长时间 不会很长 因为她那个管道不通 不通的她以前咽下的兔 她会返流到肺里面 所以现在肺有一部分就是感染了 邻居里的报道引起南京上海北京等地爱心人士公益所持的关注 除了南京本地爱心妈妈展开捐助帮扶外 上海儿童公益组织小希望之家 允诺帮女婴全额筹措手术费用 目前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评估应该是在六到八万元左右 我们打算就是目标是往这个方向去募集 就是会为她全额募集这个手术的费用是吧 对全额募集她现在所有的费用 如果希望就因为现在一般来说医院预期的是六到八万 但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的话 一般会超过这个费用 爱心人士表示 如果募集的捐款在手术后有剩余将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 儿童医院方面表示 如果家长同意 医院将在这两天给孩子实施手术 江苏城市频道 我给您帮我